嗨 都是雅雅雅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雙十一的推薦購物清單 全部都是我用過、空瓶過 然後決定再繼續回購的好物 那因為這個影片一定要在雙十一之前先拍剪完嘛 不然我拍完了可能雙十一都過了 所以呢今天分享的主要都是我近期最新的回購好物 如果有類似的需求的人就可以參考看看 各品牌優惠資訊如果我在上線的時候 它已經公佈了我就一起整理在資訊欄 通常年度大優惠的時候 例如說週年期那雙十一 我真心的推薦大家 要在購物前先檢視一下手邊的褲子還有哪一些 先確定好自己缺什麼 然後真的需要什麼 再針對目標去尋找優惠 不然很容易就是看到好划算就買 好划算就買就買的太多 可能用不上啊不需要用不完的東西 好最近呢頭髮剪那麼短之後呢 我發現我的護髮品就要變動了 以前我長髮都找那種護髮膜啊 然後比較厚重一點的或者是髮油 現在呢就可以找輕盈一些的 像之前呢我跟大家分享過這個 開架的hair recipe 這個髮膜還蠻不錯的 它護起來呢很輕盈 然後就算呢你護到有點接近頭頂了 整個頭髮還是不會扁塌 然後呢會有很漂亮的光澤感 用到現在呢它還是適合我的短髮 因為它就是很輕盈的質地 然後我覺得它特別的適合出去旅遊 我出去旅遊我就帶一顆這個 然後我就在飯店裡就是開一顆 然後一點挖一點這樣子 就不用帶一整個髮膜啊 不怕飯店的洗髮精很爛 不過呢它的香味啊我覺得 雖然稍微比較明顯一點 如果呢你是追求那種草本香的 那我非常推薦阿彌達他們家的護髮 這個呢也是我一直回購的 花質結構系列我這次買的是護髮乳 我還蠻喜歡他們家的產品就是因為它讓我有一種真護的感覺 是真的讓你髮質變好而不是只是假滑 你知道嗎有一些呢就只是讓你覺得天啊超級滑順的 可是呢也會讓頭髮有重量感會扁塌 這系列呢它其實有潤髮乳護髮乳跟護髮膜三種喔 大家不要搞混了 潤髮乳只是讓你洗頭的時候滑滑的不會打結 那護髮乳跟護髮膜呢都是有讓你修護的功用 只是說呢如果你受損沒那麼嚴重 或是像我是短髮 你就直接用護髮乳就好了 質地比較輕 那如果像我之前啊可能是長髮中長髮 然後受損嚴重的話 就可以使用他們的圓罐的護髮膜 修護力又更強 這兩個呢就都是我近期有持續回購 然後會交替使用的護髮產品 如果跟我一樣是直髮 而且呢想要頭髮直直順順一整天的人 我也很推薦他們家的 這個就是你洗完頭 然後要吹頭髮之前啊先擦 它會有抗熱效果 而且呢可以讓你頭髮吹起來就是滑滑的 順順的不會卡 然後吹完呢有漂亮的光澤感之外 頭髮比較直順 而且我覺得它比其他的那種免沖洗護髮 還要更能維持住這個質感 因為其他的比較容易隔天可能就會有點微彎 但是呢它真的是維持的還蠻好的 它聞起來呢也是淡淡的草本味道 所以如果怕太香的人呢也不用擔心 所以這兩個呢是我AVIDA目前非常喜歡的產品 接下來化妝水 化妝水呢總是消耗量特別大嘛 所以呢也是一定要趁特惠的時候囤貨 那我這次囤貨呢有兩個品牌 先講背膚代碼這個好了 這個其實是精華露 它就是一個超保濕的化妝水 我覺得很適合你的皮膚是那種乾燥型 或者是呢在冬天啊然後是寒流的時候 用它就會很燥 因為它真的真的很保濕 很像你擦化妝水加精華的那種感覺 擦起來呢也是皮膚是非常的溫和這樣子 然後另外呢還有這個敏感化提的 他們家呢也是主打 就是無香料無酒精這樣子 就是非常溫和型 最近呢我看到他們家在大特價 我就回購藍色款的 我自己覺得呢長背一個這個也還蠻不錯的 它擦起來呢就是很輕盈保濕 然後不致敏啊皮膚也蠻穩定的 他們家其實這整個系列有好多種 就是有抗老的然後有抗痘的啊 然後有加強保濕的等等的 所以這兩個呢真的就是我如果去做醫美啊 術後啊也可以馬上使用非常安心的 我仔細再跟大家比較一下這兩罐的差別 就是除了剛剛提到的保濕度 這個是極高的 然後這個是比較清爽保濕之外呢 我覺得使用方法啊 用這個壓頭式的真的很方便 我就直接擺在那邊然後壓然後就放回去 可是呢如果這個罐裝的我就要先把它打開 然後再把它倒然後再放在那邊 然後擦完之後呢要再把它轉回去 我之前呢就是因為懶得轉回去 然後我地震的時候就直接倒光一瓶 然後還有因為天氣的關係啊 就是我是混合偏乾 可是我夏天有時候也會長痘嘛 我就想擦一點清爽型的 那我就不會擦它 就會先擦它這個比較清爽保濕的 那如果呢我冬天很冷的時候 急需強力的保濕 我就會使用被敷代碼的這個 其實化妝水我覺得有時候很像衣服換季一樣 就是不同季節的時候可以交替使用 那臉部保養最重點的精華跟乳液 就決定了你近期的保養重點是什麼 像我最近呢很在意的就是抗老 我覺得常被痘寶氣到細紋很多 然後工作太忙啊也是臉就是變得疲勞感越來越重 關於這些抗老細紋問題我就想到之前 我跟鴨媽用起來都非常滿意的 寶拉增選 他們家的緊實精脆跟A醇精華錄 這兩罐我都空瓶過 擦起來的感受啊質地效果我覺得都非常有感 尤其是這兩個加起來是更強的抗老組合 這是經過他們官方數據實證過啊 1加1大於2的效果 尤其是在法令紋改善啊 跟臉頰膽之類的效果啊 相信只有抗老需求的女生們呢都會很有感 就像我媽跟我 畢竟女生呢最怕臉垂然後細紋明顯 有這些數據啊真的會讓人用得更有信心 當然我都空瓶過了效果很滿意 我跟大家分享我的使用方法 我早晚呢一定都會用 生態緊緻精脆 晚上的保養呢再加上A醇 因為生態精脆啊它是有玻尿酸氨基酸 跟多重生態的成分 它有凝膠感的質地啊 塗抹起來好延展不摩擦肌膚 溫和保濕好吸收而且不黏膩喔 白天妝前擦也可以讓底妝更服貼 更重要的是它沒有經過時政 可以改善動態細紋的喔 你們知道動態細紋是什麼啊 就是當你大笑或是生氣 就是擠出來的這些小細紋是動態細紋 如果呢你長期忽略它 不沒有保養它的話呢就會變成靜態 你不動也會有深深的紋路 我覺得擦完一罐啊皮膚會比較有那種烹潤光澤 有那種自帶光圈的感覺 這樣子呢底妝也可以上得比較薄 那希望肉毒感覺呢也可以少打一點 而晚上的部分呢我會搭配0.3%的A醇精華乳 這一罐呢是寶拉A醇系列裡面中間濃度的 我特別喜歡它的質地 因為它是精華乳 其實吸收後是清爽 所以不分季節啊膚質都很方便使用 因為之前呢我已經都空瓶它們低濃度的A醇了 所以這個呢我就可以大概一周用個一到三次 因為它裡面有多添加2%的不乎止分喔 所以可以讓A醇的效用發揮得更好 我媽之前呢就很開心的跟我講說 她覺得用了寶拉的A醇真的毛孔變小了 因為呢她之前都覺得她毛孔那麼大 是不是要一直深層清潔 結果不是因為她的毛孔啊是因為老化造成的鬆弛越來越大 所以呢她擦了這個抗老的A醇之後 毛孔就縮緊變小了 那我自己用起來我一定要特別特別推薦大家 擦在你的脖子跟頸部這裡啊 因為呢我擦了之後真的覺得這邊很明顯的 變成比較細嫩細滑 那種感覺就像我之前去櫻波然後有打脖子 打完整個脖子紋路啊都變淡然後變嫩的感覺一樣耶 因為呢我原本的脖子啊會有比較多 我覺得很像雞皮疙瘩還是什麼一顆一顆的 比較粗糙有紋路感 那當然我有兩條很深的紋路 這其實是我大概高中的時候就發現的 這應該是原本很天生的 我不追求說這兩個深的紋路不見啦 但我自從日常的保養啊 脖子這邊加入了0.3%的A醇之後 明顯感覺到這種顆粒啊粗糙那種雞脖子的感覺啊 變少了變細了 總之呢我就覺得用了之後脖子整個變成柔膠感了 超棒的 至於用在臉上呢我也還蠻明顯的感覺到 欸我的毛孔啊一些紋路細紋啊 變得比較平滑然後臉也比較均勻膚色明亮 我覺得投資在這種有有效成分的保養啊真的很值得 而且呢又是改善有感的 寶拉他們家的產品也沒有香味 所以呢對皮膚也更溫和 真的如果有在努力要抗老的人 這兩罐可以一起放入購物車清單試試看喔 好接下來專櫃彩妝其實也很適合有雙十一的時候購物欸 因為他們的官網都會有超多特惠活動了 我就推一個好了 我近期的專櫃愛用的護唇精華 Bobbi Brown的這一支 我有介紹過了 這一支呢其實有很多個顏色 那我自己選擇的是這個透珊瑚色 它擦起來的那種保濕透亮感 真的大愛 它呢聞起來有點水果味 然後擦起來保濕不黏膩 而且呢擦久了之後會覺得唇紋有變淡的感覺 如果大家怕這個顏色太淺啊 想單擦可以找他們其他有其他更紅潤的顏色 真的很適合接下來的秋冬是又護唇又潤色 大家呢可以看看他們的官網到時候有什麼優惠 接下來呢頭皮噴霧 我跟你講我現在真的是持續堅持的在噴頭皮噴霧 如果你跟我之前一樣 就是感覺頭髮越來越髮線明顯稀疏啊 然後這個兩旁啊 越來越凸越來越高的話呢 真的很適合開始使用頭皮噴霧真的有差 而且這種東西啊大家一定是要長期使用 不是你說什麼噴一個禮拜就有改的那一種 我都是已經持續噴了好幾個月 那最近呢我在用的頭皮噴霧有這三個 先講這個最近最新在試用的好了 這一個呢其實是舒敏的效果 它呢不像另外兩個是讓你風吟感的 這一個呢是裡面完全沒有添加酒精的 所以呢當你頭皮有些小小的傷口啊 可能噴其他風吟的會有酒精就會刺痛嘛 噴這個就完全不會很舒緩 而且呢任何時候你覺得就是乾癢啊抓抓的 想要一點保濕補水的時候就可以噴它 它噴起來不會黏膩就是一樣是清爽的不會油 接下來這個 Dr.CYJ 它的瓶子是不是極美 巧克力色霧面的玻璃瓶 這一個呢他們家也是專門做 想要讓頭髮更豐盈的 那它裡面比較厲害是它有添加生態的成分 就是呢也是有效的可以讓頭髮你知道 越長越多越長越快 用起來呢我也是覺得還蠻不錯 不過我也是已經空瓶了一罐了 那為什麼我最近又買它呢 因為我看到它在大特加 然後這一瓶是我算是初戀嗎 因為以前我完全沒有在用這種頭皮噴霧的嘛 那我的第一罐就是它 開始收到這一罐的公關瓶 我就直接丟給我媽 然後呢我媽很認真的使用之後 竟然回來跟我禀報說 欸這個這個好像有用欸 所以呢我又自己再去買回來 那它呢真的就是大家用量又足 因為它是規定 不是規定它的用法是說呢 你要分五區每區噴六下你知道嗎 123456123456 這樣狂噴的就會更有效果 就是如果你省省的噴 就跟保養你省省擦一樣 就會比較沒有感覺 這個啊我覺得長期噴起來真的也是 就是頭髮會長得比較快 然後呢會長出一些細細小小的毛 你看我頭頂 超級無敵多小毛的 就是持續的要噴這些頭皮的噴物 那唯一呢小小缺點應該就是 它比較有酒精 所以呢如果你是有傷口的人 噴起來就會刺痛 就一點點刺刺的 它沒有傷口的話就完全正常 而且我覺得它也讓你的頭皮啊出油延緩 就算我隔天啊頭皮比較不會很容易 全部都是油這樣子 所以呢我覺得它也是蠻不錯 所以這三罐呢給大家總結一下 這個是法國的這個是韓國 然後這個也是法國的 然後它們的價錢呢有特匯就不一定了 這個扣軟是100ml 然後大概是900多塊1000塊左右 DataCYJ呢它裡面是60ml 然後大概是2200左右 Dorio這一個呢是90ml 然後價格大概是1800左右 大家就自行斟酌服用 但是非常推薦大家一定要 試試頭皮噴霧 雙十一到了像這種高單價的保養 真的是要趁這時候入手 再來呢我平常消耗量非常大的 還要乾洗髮 我真的超級無敵愛寇羅蘭他們家的乾洗髮 尤其是他們特匯的時候價差很大 如果你三罐一起買幾乎是快要半價的價格了 所以呢真的一定要趁雙十一的時候入手 他們家乾洗髮其實總共有四款 有涼感啊控油風吟跟蓬鬆 我自己是買了涼感以外的這三款 那其實呢我自己最愛最愛的是紫色的 他們家乾洗髮真的是比很多乾洗髮的味道 還要再自然許多 不會有太重的那個人工味 然後呢它的噴氣量也很大 就是很徹底就是整個頭皮裡面的油整個都噴掉了 而且呢它噴起來也不會有明顯那種白白的感覺 所以呢稍微戳兩下整個頭髮就非常蓬鬆又去油 就像剛洗頭一樣 而且呢它噴完啊頭皮也不會有那種卡卡的 就是有的噴的就像噴噴粉會有那種存在感 但是它不會耶它非常的輕盈 他們家真的是重複噴也非常舒服的那一種 如果有乾洗髮需求的人真的可以試看看 以上呢就是今天雙十一的購物清單推薦啦 大家還有什麼雙十一必買的清單在下面留言跟我分享 最後我想把我心愛的抗老組合寶拉甄選抽給大家 他們兩個現在的價格啊 這個大概是一千八然後這個是一千九 我想把這兩個都抽給大家 他們雙十一應該會有更優惠的價格 大家如果有興趣呢也可以去刨文看看 或者是我整理在下面的資訊欄 抽獎辦法呢一樣也會在下面資訊欄喔 好那以上就是今天影片囉我們下次見拜拜